歌手王杰当红之际,在乐坛是如天王般的存在,他的每一首歌都能震撼到人的心底,只因为每一首歌曲都是他根据真实的情感编制而成,王杰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总是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忧伤,让人不禁产生共鸣。 出道前的王杰曾是酒吧的助唱歌手,毕心想加入滚石唱片的他却被无情地拒绝。 随后,王杰在有人的引荐下加入了飞碟唱片,他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地场游戏一场梦》,毕经发行,引起轰动,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1800万张。 趁热打铁,王杰随即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忘了你忘了我》,而专辑中,他为前任妻子所作的《安妮》一歌,更是如一颗重磅炸弹,在香港乃至台湾、新加坡等地炸响,至此,王杰在乐坛,天王的地位再也无法撼动。 王杰能把他的情歌演唱得如同故事一般为伟道来,然而在现实生活中,他是个不善言辞,低调老实的人,为此王杰在娱乐圈四处碰壁,吃尽了苦,幸好他遇到了张国荣,张国荣在王杰最低潮的时期给予了他无数的帮助跟鼓励。 对于张国荣,王杰有着说不尽的感激。他曾在在节目中坦言,张国荣是在他出道后的所有艺人朋友中对他最好的一个,可恕大招锋,王杰的迅速窜红和后期经久不衰的人气,也使不少人对他极恨万分。 王杰在香港发展时受尽当地艺人的欺负,更有甚者,在他的茶水中投毒,害得他头发猛掉,嗓子发麻,迫不得已之下,王杰暂时告别了演艺圈,专心养伤。 然而外人对王杰的迫害却远不及父母亲人对他的伤害,年幼时期王杰的父母便已离婚,从未享受过家庭温暖的他一直跟着母亲生活,可是久如命,生性豪赌的母亲也从未给予他关怀,他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。 也在那时,王杰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。 结婚后的两人还没好好体验温馨的婚姻生活,王杰就去服兵役了。 在王杰离开的那段时间里,妻子在家受尽了侮辱,因婆婆的滥娇,家中常有社会上流里流气的人出现,甚至王杰的妻子半夜都要陪客人跳舞,于是在为王杰生下一女后,第一任妻子一人决然地离开了, 徒留女儿与他相依为命,为此王杰也恨透了母亲。 而父亲对王杰的所作所为,也不亚于母亲带来的伤害,从小,王杰的父亲就对他非常凶,经常打他。 因为离婚的关系,以至于后面,王杰的父亲几乎不认得王杰,有次王杰曾在片场不幸受伤,父亲看到却没丝毫反应,因为他完全不知道眼前的青年就是自己的儿子。 成名后的王杰与台湾模特莫启文也曾有过一段婚姻,两人孕有一个儿子,这本该是值得开心的事,可是当儿子咕咕坠地时,莫启文就对前任所生的女儿的态度就来了180度大转变,连家门都不让女儿进,最终,两人还是离了婚。 法院将儿子判给了莫启文,这也导致了王杰十几年都见不到儿子,自幼亲情缺失,王杰在爱情的遭遇也是超级坎坷,两段感情皆不能长久,而小孩又不得见。 所谓有得必有失,就因经历过如此苦难的人生,才成就了王杰事业的辉煌,虽然如今一切都已烟消雨散,可他永远都是听众记忆中的传奇,特别声明。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